哈喽,大家好,我是一子星,今天我想回顾一下这个星期的30天说话挑战的录音,首先呢,我想,就是鼓励自己说,其实我觉得这个星期做的还可以吧,因为我每天都上传我的录音,虽然有几天我觉得,其实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, 但是我还是录音,然后上传的,所以我觉得可以给自己点个赞吧,但是有,其实有很多我不太满意的部分,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说,我每次上传录音之后,我都听我的录音一遍,然后觉得, 这是谁在说话,因为其实我能听出来我的口误,然后觉得,不行不行,就是,对,就是,声调不对的时候,发音不标准的时候,语发问题, 啊,就是,啊,这个不太好,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小小的问题,然后我应该能,就是避免去犯这样的错误,我是这样想的,但是可能我对自己太,太严格吧,嗯,但是我觉得这些,如果我想,把我的中文 很完善,那我应该去多注意这些,这些点,这些点,对,嗯,然后呢,就是听自己说话的时候,我觉得,我的口才不太好,就是,当然我说英,就是,说英语的时候,我当然说的比较好, 因为是我的母语吧,但是,我还是有希望,我可以,把我的中文,提,就是,提高到,啊,不是,母语水平,但是,这是,很高级的,啊,语言水平,是这么想的,所以,听自己,就是, 就是,哈哈哈,说的不太好的时候,就觉得,啊,我,我,我,就是,离我的,愿望差,好远了,太差得远了,嗯,嗯,还有呢,对,我是想的,就是,嗯,我的言辞,陷于我的,就是,脑子里的, 比较简单的,比较简单的,句子,然后,我有的时候觉得,我可能,就是,听我说中文的时候,你可能会觉得,我是个,嗯,小孩子,或者,哈哈,不是成年人的,说法,所以,我希望,以后,我可以多,捉摸一下,然后,多,就是,加强我的表达能力,嗯,所以,我希望,以后,我可以多多,捉摸一下,然后,多,就是,加强我的表达能力,嗯,所以,我希望,以后,我可以多多,捉摸一下,然后,多,就是,加强我的表达能力,嗯, 另外呢,嗯,哦,我先说,其实,有另一个,另一件事情,我挺满意的,就是,嗯,嗯,就是,哈哈,我是,即时的录音的,哈哈,因为,上次, 参加这个挑战的时候,嗯,有的时候,因为,总是因为我不太喜欢某一个话题,然后,我都,拖延,拖延到,就是,拖到,啊,那个,睡觉之前的那一刻,然后,对,我觉得那个时候不太好,因为我没有做出一些准备,或者,没有,太多的,思考,我想说, 说什么,但是这一次呢,我觉得就是,起床,起床以后,我,我,我就开始想,那我应该说什么,然后,嗯,有什么,就是,特别的想法吗,还是什么,来,我是这样,嗯,我说英语了,不好意思,哈哈哈哈,啊,对,我是这么,这么,就是,面对这个挑战的,嗯,所以我挺喜欢我的,对这个挑战的,嗯,所以我挺喜欢我的,对这个挑战的, 太多,嗯,所以呢,下个星期,我希望我还是能坚持下去,天天上传我的录音,然后,继续听我自己的录音,虽然我这样很尴尬,但是,我觉得这样做,会帮助我提高,提升,然后多注意我的,嗯,就是不足的,嗯, 的地方,嗯,还有呢,嗯,还有呢,对,就是我想,主动,呃,不是主动,主动的,呃,用,呃,生词,然后,我觉得,我,我觉得我可能,不怎么用的一些语法,语法点,我觉得,如果有机会的话,我应该去多练习这些事情,嗯,就这些, 谢谢啦,谢谢你们听过的录音,下次见,拜拜!